大家好,我是潜伏哥 日本有一群人被称为折居族 这个群体大概有100万人 由于这样的人不上学,不上班,不与外界交际 终日窝居在家 许多人都将他们当作为废宅 他们看父母啃老生活 每天在家打游戏,看动漫,好吃懒做 逃避这一切 不过,最近有一位折居族被曝光后 大家纷纷表示要献上自己的膝盖 尽管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 他基本上每天24小时都待在家中 但他的生活非但一点不脏乱麻木 反而过得十分规律有序 在此期间他还自学语言 出了两本书,学习游戏开发 不少人说他,这哪里是什么废宅 根本就是宅神 他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 日本折居族宗斯二部 十年前,阿尔户从世界名校 岛国排名第一的东京大学毕业 妥妥的学霸一枚 东大毕业相当于拿到一张金光闪闪的通行证 找到好工作根本不成问题 但即使学霸也有着无法应对的事情 因为阿尔户向来不喜欢日本的工作文化和工作场合的交际 所以打从他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焦虑 他不想在公司上下逢营的工作 那就这样 当最后所有公司都拒绝他时 他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阿尔户反而觉得 这也许是他命中注定要走上创作制度的转折点 阿尔户从小就梦想有一天能够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虚拟世界 所以他决定一边在东京打林工一边开始写小说 看得出来他当时就是一个心必天高的优等生 从来没有被社会毒打过 他曾经无视市场只是为了表达自己而写了一本小说 但结果并不太好 渐渐他开始明白过来 他想写的东西根本不是市场想要看到的 可是自己的写作才华又有限 又写不出市场喜欢的作品 他发现光靠写作是养活不了自己的 于是当作家的梦想只好暂时被格式了 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靠自己的创作生活 十年前他从东京搬回到家乡 决定从头开始 他的规划是当一名漫画师 回家后的阿尔户事业一事无成 生活上靠着姑姑让他倍感羞愧 家乡又没有朋友 所以他根本不想出门 再加上为了尽快经济独立 他每天只能埋头在家中苦练化工 就这样 渐渐的他越来越少出门 和东京的朋友也慢慢没了联系 开始过上了折居生活 除了出门采购 剪头发 倒垃圾 他几乎足不疏忽 也不再跟外界交际 为了自学漫画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其中 在他画同志漫画的那几年 他还通过网上分销商出版了两本书 两本书加在一起 他赚了93万日元 大概是5万6千元人民币这个样子 虽然比起前几年投入 这样的收入不算什么大钱 但是有了这样的基础 距离经济独立又进了一步 2015年 因为第二本书的销量不太好 所以他也就没有想着继续干这行了 正好当时用于游戏开发的虚拟引擎免费了 权衡之后 他决定转换跑道 投入游戏开发的行业 相比画画和写作 自学游戏开发要难得多 第一步二户就遇到了麻烦 因为游戏开发基本全程要用英文 可他的英语不好 无法用英语写游戏故事 也看不懂英语的游戏开发指南 但开始就放弃不是他的风格 他静下心来 从零开始一步一步解决遇到的问题 英语不行就在家自学英语 不等游戏开发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学 五六年的时间里 他一直以游戏开发为生活重心 日复一日的重复着机械的生活 虽然每天都待在家 但二户的生活每天却相当的规律 他早上十点钟起床 早餐每天几乎都一样 酸奶水果奶酪吐司和咖啡 他会把早餐放在椅子上 一边吃一边刷电脑 吃完早餐 十一点开始做到电脑前 浏览新闻查收邮件 十二点半开始用虚拟引擎 进行游戏编程 下午两点吃午饭 因为他不怎么会做饭 所以他一般吃的都是速冻食物 顺便煮一些蔬菜 一半中午吃 一半晚上吃 然后继续工作到晚上 晚上十九点三十分左右 他会一边跑步 一边看视频 学习英语 晚上八点是他的零食时间 八点半继续研究游戏 到了十点他才会吃晚饭 几乎每天都是如此 坐在椅子下面的地毯 都快被磨烂了 抛开折去族的身份不论 二户也算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了 估计大多数人在家 只会摊在床上和沙发上玩游戏 吃外卖 根本做不到他这么有规划的生活 他又是学英语 又是锻炼 还学游戏开发 我想这就是所谓学霸的折局世界吧 他说游戏开发是他最后的希望了 就像他可以从头学漫画一样 他也可以一点一点的 攻克游戏开发所需的一切 他一点点琢磨 如今呢 他已经可以流利的在英语论坛和其他游戏开发者交流了 游戏呢 也真的被他做了出来 他设计的这个游戏啊 就叫做家里人 有一种男主角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设计的 而主角的故事是社会上的其他人 无论是担心他的人还是嘲笑他的人 总之呢就是所有想把他拉出房间的人 玩家则是要保护主角 不让其他人得逞 利用家中的各种道具 陷阱达到最华丽最疯狂的击杀操作 而游戏中的道具和武器呢 更是千奇百怪天马千空 由美少女等身抱枕 火焰秋刀鱼 动漫海豹光束刀 食人黄色小鸭子 西瓜火箭炮 其实啊 看得出来 这款游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无论是折居族主角还是保护者玩家 都是二户自己的一种内心映射 因为二户就是一位必是独居的折居族 坚定的保护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希望被外界打扰 去年二户开发的游戏接近的尾声 预购收入啊 已经达到了3.4万美元 虽然一直在家 但他并不厌恶和跟人交往 希望有一天可以环游世界 去看看其他国家的游戏开发者 二户想和其他有才华的人建立联系 组成一个开发小组 当然 游戏的最终成败啊 还得是由市场决定的 这个筹划了五六年的游戏 也很有可能遭遇失败 二户也不是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如果不成功的话 他也有备用计划 那就是以自己开发的这个游戏 作为简历作品去找工作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远程上班的工作 不管这个游戏成与不成 二户都没有虚度这五六年的时间 他每一天都在学习充实着自己 曾经他英语不好专业不行 现在他已经能够流利的用英语交流 能够独立开发游戏了 而这些都将成为他的资本 虽然他的独立生活很清贫 没有赚多少钱 过得是相当辛苦 但他每天都能够感受到自己在一点点的进步 专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用去理会外界的各种规则束缚纷纷扰扰 而他又有极强的自律和行动力 约束自身不断进步 规划好一切 清晰地明白自己这辈子就是要搞创作 即使过的是机械性从护性的日常 比起思想上的巨人形容上的矮字 他每次都能把想法付诸行动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始终在自己想要的道路上努力着 不过话说回来 二户这样的生活方式 可不是人能效仿的 虽说它是独具在家 但也可以理成为是一种创业的行为 就比如说二户的自律性和目标性 我们一般人就很难做到 如果你是一个一闲下来 就只知道打游戏、看电视 找一堆朋友聚会的人 独属时间完全控制不了自己 那么二户的生活模式就不适合你 因为创业需要高度的自律 需要你把每一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而且二户还有一个终身学习的意识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原地踏步就已经是退步了 俗话说的好 学如溺水行众 不进则退 在信息如此爆炸的当下 竞争的激烈难以想象 保持学习是不被淘汰的唯一办法 终身学习的本质就是要自己踏上一条认知迭代的轨道 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 学校的学习只是为了生存 工作后的学习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学校只是起点 进入世卫后的不断精进才是最重要的 他能决定你最终可以走多远 除了以上这些 更为重要的是要有金钱的支持 就像二户从开始画漫画到2014年第一本书卖出盈利 这中间四五年的时间 完全是依靠家人的接济 最初是姑姑给他钱 然后又让他住自己的房子 不用交房租 即使后来漫画赚了5万多 恐怕也很难支撑起他的所有生活开销 可能时不时还要家人接济 所以当你想把二户当作偶像 或者播放对象时 可要千万想清楚了 如果没有强大的意志力 且自律上进又耐不住寂寞 并且没有金钱的支持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上班班专吧 毕竟上班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 朝九晚五按部就班就可以了 其他的事情自己都不用管 然后每月到号拿钱就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